的时候就在想 什么时候这个模特 能有一个完美的家 这几天确实委屈她了 你这几天怎么样 十五个 什么意思 这两天吃的冰淇淋 想不想吃第十六个 所以 阿姨现在支持你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两天一直担心呢 我那天的行为 是不是太冒昧了 你会不会就不理我了 怎么会呢 你是我的朋友 现在还是我的老板 我讨好你还来不及呢 那这个冰淇淋 就是最好的生命 吃吧 不要想那么多 馄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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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会不会太夸张啊 这一个人要吃到什么时候啊 看来要比馄饨更着急处理的东西了 喂 夏子 我今天晚上要请你来我家吃火锅 我们家小时候终于知道要请客了 不是啦 就是我妈前几天不是来我家吗 然后给我弄了好多好多的食材 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吃火锅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还没你良心发现 少说废话 你来不来 今天晚上七点 好 那我的底疗要麻将的 好的 晚上见啊 拜拜 喂 明珠 声音这么甜有什么好事啊 我喜欢吃毛肚 然后正正地喜欢吃鸭血 好不好 放心吧 什么都有 又啥又啥 晚上见 喂 小柔 喂 郑泽 你还记得我要请你吃麻辣汤吗 当然记得了 你小子有福了 我现在要把它升级成 超级豪华火锅了 这么好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七点钟 今晚 今晚我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对啊 我都忘了 你现在是David了 时间都得提前预约了 算了 没事 那我下次再请你吧 好 那你多拍点照片 发朋友圈 放心吧 你今天晚上肯定会被朋友圈刷屏的 嗯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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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看了最深迷 做得不好的节目呢 咱们要总结教训 做得好的节目呢 也别骄傲 上一期的爱情杀尘报收视非常地成功 我们也期望下一期的收视呢 能够稳中有声 难得这么多年轻人把创意 都发挥在公司里面 这是公司的 这两天 谢谢你对妈妈的照顾 晚上有时间吗 到我家吃火锅呀 好吧 我们在每一几届呢 一定闯出一个名号 让我们占领霸王的位置 各位的前途呢 一片光明 好吧 不懂 喂 凌主 怎么了 不好意思 郑郑刚才跟我打电话说 她偷偷买了那个音乐会的门票 所以晚上的火锅 没事 没事 去音乐会吧 去不了怪可惜的 咱们下次 好好好 那祝你们吃得开心哦 再见 老大 下班了 还 över午休息呀 等一会儿就走 老大 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对 没事吧 失眠吧 还好 要不要 一起去听听音乐 放线放线 我知道 你今天跟明珠有个音乐会 快去吧 我就是陪同 主要是明珠喜欢 记住一点啊 千万别睡着 放心 我挺着不睡 那我走了老大啊 照片一旦传出去 对你 对丁小柔 对工资 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甚至搞不好我自己也搭进去了 但是持信哪 这把牌现在在我手里 还要不要继续读 取决于你